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經過本分級的調查 是在1月1號凌晨3點左右 在台六一方艷交流道下方的道路 發現有兩台自小客車在那邊互尬甩尾 我們初步已經掌握涉嫌競速飆車行為的車主 將通知道案說明 並依公共危險罪來寒宋法辦